今天陸老大為大家講解這個 發豆犬的一個基礎教育訓練 那基礎教育喔 發豆這隻發豆本來它是會有攻擊性的 它因為是主人去收容所 去愛媽那邊認養的 但是認養回來之後哇賽 這隻是會有攻擊性的 你只要去他籠子裡面拿他的東西的話 你的手可能就危險了 你要去親他的耳朵啦 去看他的牙齒啦 要剪他的指甲 哇賽 真的就 你的手啦 就開始血落模糊啦 那在基礎教育當中呢 我們先讓他理解 還有這隻 那個 發豆呢 它本身呢 就愛吃喔 所以一樣是從 吃那一方面去讓發豆理解 我們要教他什麼東西 那基礎教育呢 就是 角色隨行 酸出力這一塊 先要求 那一般的話 我常遇到的就是主人說 那一定要四個月時間嗎 那其實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為什麼要四個月時間 有時候前一個月 是跟他互動 這互動的點 有時候是跟他 培養感情 培養感情不是說 你說一天兩天 你就可以讓狗去理解你 但有可能在 從平常的餵食啦 跟他互動啦 獎勵啦 這一塊 讓狗去認為說 你對他是好的 你懂我意思嗎 就讓小朋友去幼稚園 老師不可能去學校裡面 就一直罵他嘛 那他 明天就會跟爸媽講說 我不要去學校 老師好兇 所以我們要讓理解 讓狗狗跟小朋友一樣嘛 你對他想要的東西 讓他喜歡 給他喜歡的東西 那他就會很開心 他就會很 每次都會 每天都會想要去學校上課 以上是那個 為大家講解一下概念 所以狗 你要跟他好 你就是給他愛吃的東西 這就是 你要 讓狗去了解你 喜歡你的 重點之一 好不好 那 讓狗去理解到 你對他的好 我們再從 誘導式有沒有 用食物去誘導 讓他學會一些 指令啊 一些單字 這就是 訓練狗的一些 基本功 好不好 有任何問題 歡迎跟 如何訓選學校聯絡